他刚好寂寞,而你刚好天真,一天他对你说了一句关心的话,你就跑去对朋友说,我遇到了一个满眼都是我的人,想想,可笑吗? 其实你在他心里没那么重要,永远不要高估你在别人心里的重量,否则就做好受伤的准备,无法驾驭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应该远离,宁愿孤独,必须为的相处舒服 你应该尽早明白一些道理,比如,就算你人再好,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你 有人羡慕你,有人讨厌你,有人嫉妒你,也有人看不起你 生活就是这样,你所做的一切,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千万不要为了讨好别人,而丢失了自己 当你有一肚子的心里话,想找个人倾诉的时候,突然发现,你翻遍了所有通讯录 找不到一个可以打扰的人,这一刻你终于明白,有些人不想找,有些人不能找,有些人想找,却不能打扰 师父说,如果你对一个人越来越好,越来越热情,越来越包容,那他绝对是天底下最不珍惜 最有可能辜负你,最有可能辜负你,离开你的人 不信,你就试试 这世界并不存在什么感同身受 脆弱的人才会四处宣扬自己的不幸 坚强的人只会不动声色地成长 所有人都在努力,并不是只有你,才满腹委屈 度尽人间百节,尝尽人间百味 方能知道,人间取得 记住,永远不要跟别人解释自己 懂你的人不必解释 不懂你的人何必解释 不要太在意他人的评论 不要活在别人的眼里 做人无需人人理解 只求自己尊心无愧 活在当下,做好自己 无惧他人,沉默使惊 什么叫成长 时间在走,年岁在长 懂得的越多,看透的也越多 只是快乐越来越少了 身边人来来去去 不是归人,皆是过客 酒杯太浅,进不到来日风长 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 原来,真正的难过 是没有语言,没有情绪 就在那里静静地发呆 忽然鼻子一酸 眼泪就掉下来了 人一旦寒了心 再多的后悔和道歉 也挽回不了最初的心 你不懂我突然的沉默 又怎会懂我不想说的难过 人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糟蹋后 才开始感慨 人生若只如初见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爱,不是恨 而是熟悉的人 渐渐变得陌生 师父说 其实最让人焦虑的 不是忙,也不是累 而是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东西 觉得世间一切怎样都可以 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见的人 想动的心 明知道自己该努力了 却也不知道该往哪里游历 缘分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 你说这个城市大吧 去哪都能碰见熟人 你说这个城市小吧 想见的人却再也没见过了 只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在路上随便见到的一个人 可能是别人做梦 都想见到的哪个人 师父 为什么刚开始对自己很好的人 之后会越来越冷淡 因为太轻易得到的 就懒得珍惜了 你的好出场是最芙蓉温柔香 多了便是后人的变质蜜糖 食之太浓 弃之也罢 那一开始怎么知道 他后来会不会变啊 真爱都是慢热的 时间越长对你越好 爱你在最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 但爱你到最后的人 才是想陪着你 夏天过去了 秋天也早已开始 你要是没什么事 就陪我一起过冬吧 听说 夏天错过的人 会越过整个秋天 在冬天再次相遇 冬天那么冷 一定要报警一点 师父说 人会长大三次 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 第二次是明白即使再怎么努力 终究还是有些事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 第三次是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 依然选择尽力争取 奋不顾身的时候 只是这三次 会一次比一次伤得重 心伤久了 人也就变了 再开朗的人 心里也有疤痕 再坚强的人 心里也有脆弱 再乐观的人 心里也有悲伤 心最痛的时候 不是嚎啕大哭 而是流不出泪 心凉透的时候 也不是叠叠不休 而是说不出话 心不是衣服 坏了可以风风补补 心若伤了 补不好 心若凉了 暖不回 我决定了 以后做一个酷酷的人 你要是联系我了 我就跟你聊 你要是不联系我吧 我也就顺其自然 实不相瞒 挺想你的 但能克制 问题不大 如果你喜欢一匹马 不要试图追它 你肯定追不上 你应该去种草种花 等到草长应飞的季节 马自然会回来找你的 若是马就是不回来呢 那也没关系 你有了草原和花海 这匹马不来 别的马也会来的 师父说 单身久了 是会上瘾的 一个人时间长了 久而久之 就会变得习惯 懒得恋爱 对爱情越来越挑剔 对朋友 越来越重视 比以前更珍惜亲戚 更爱父母 越来越喜欢情歌 对所有的节日 大多没什么期待 日子过得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 小时候真好 八九点就上床睡觉 一觉睡到天亮 没有噩梦 没有惆怅 没有想念的人 也没有躺着躺着 就掉下来的泪 唉 小时候真傻 竟然盼着长大 夏天过去了 秋天也早已开始 你要是没什么事 就陪我一起过冬吧 听说 夏天错过的人 会越过整个秋天 才冬天再次相遇 冬天那么冷 一定要抱紧一点 师父说 老天把我们的五官都安排好了 眼睛在最上面 可以看得更远 鼻子在中间凸起 可以更早地嗅到危险 耳朵分两边 兼听则明 嘴巴在最下面 谨言顺语 眼睛耳朵鼻孔都有一对 嘴巴却只有一张 老天是告诫我们 人生在世 多看 多听 少说话 或从口出 言多 必诗 师父说 如果你特别想要一样东西 就放它走 如果它回来找你 那它永远都是你的 要是它没有回来 那就不用再难忘 说明它根本不属于你 即使你费尽力气留在身边 总有一天 还是要走的 师父说 你很难融入别人的圈子 是因为你还不够虚伪 嘴不够甜 也不会睁眼 说瞎话 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 有一个好心 永远比不上一张好嘴 现实的社会 现实的人 喜欢假的 不喜欢真的 会做的 不如会说的 会说的 不如会装的 以前觉得 喜欢谁 就应该拼命对谁好 现在觉得 谁拼命对你好 你就应该 喜欢谁